李元浩原名托拔元浩党向人 党向族是一只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 随着历史的变迁党向人一路迁徙 后来在黄土高原定居了下 公元1038年党向人在李元浩的带领下 在宁夏北部一带建立了政权 最终逐渐发展壮大 成为了能够与当时的宋辽分庭抗礼的西夏国 这些就是宁夏志一书里面记载的内容 从这些记载来看 这篇巨大的遗址群应该就是西夏人留下的 可是西夏人建造规模如此庞大的建筑群 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朱瞻在宋史列传当中终于找到了 有关这片古遗址的明确记载 宋史当中说 在西夏历史中有九位皇帝被埋在赫兰山东路 这一座座黄土高台 正是西夏帝王灵寝与陪葬墓 这就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 几经波折 中侃终于找到了答案 然而此时的中侃 却并没有因为找到答案而欣喜 相反 他感觉面前的谜团是越来越大 谜题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呢 西夏地灵只有九座 其他都是陪葬 可是在这片区域当中有多少墓葬呢 一百多座 哪九座才是西夏国皇帝的灵寝呢 而他们又分数哪九位皇帝呢 下集 九座西夏地灵该如何确认 究竟每座地灵的主人又是谁 面对面目全非的墓葬 考古人员该如何破解西夏地灵之谜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节目 童年玩具隐藏的年代价值 发现 入脚牛脚 感觉这个合不住文化跟我们台湖里面剪刀的东西啊差不多 古老文字 破译的复原价值 1032年到1036年 藏自己的西夏国皇帝 它是大克西夏国皇帝的 巨轮沉船 打捞的存货价值 价值解码 结果难以预测 我们是微包金娃娃 最后这个金娃娃 我们是微包金娃娃 是一个发现的 好于所有金娃娃 好像逻辑上 本周一至中午 中午十二点 经典传奇 惊人大揭秘 前面说到 经过苦苦的探寻 钟侃 终于解开了神秘遗址的身份之谜 他们是九位西夏皇帝的灵寝 以及陪葬墓 然而在上百座灵墓当中 请问哪九座才是真正的地灵 却成为了摆在中坎面前的新的难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所有的灵墓都没有碑石 而即便之前找到了一些破碎的碑石残片 也都碎得不成形 无法辨认上面的文字 所以从石碑这一点来搞清楚这个问题 根本不可能 那么通过史料呢 也不行 不管是朱瞻的宁夏制 还是宋史夏国传里边 有关西夏皇帝的记载 那都相当简单 书里只说 西夏一共有十位帝王 加上开国皇帝元昊追风的两位先祖 一共是十二位 其中九位皇帝葬在这里 至于灵寝究竟是哪一个位置 灵昊是什么 上面什么都没写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对于钟侃他们来说 要想从上百座亡灵当中找出哪九座 才是真正的地灵 那就是盲人摸象 更别说还要弄清楚哪座地灵 是哪位西夏皇帝的 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即便是毫无头绪 钟侃并没有退缩 因为作为考古人员 弄清楚真相是他的职责和本能 那估计有人要说了 没有任何线索要弄清楚哪座地灵 是哪位皇帝的 这可能无法做到 但是要从上百座灵寝里边 找出九座地灵 应该难度不大吧 很简单呢 古人建造灵寝的大小 都跟身份有关呢 找最大的九座不就地灵了 这的确是一条思路 钟侃也想到了 可是在实地勘测的时候 钟侃却发现 这种办法也行不通 怎么呢 因为在这几百座灵墓当中呢 规模较大的 竟然有十几二十座 数量远远超过了 宋史当中所写的九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史料记载有误吗 这个问题当然谁也回答不了 钟侃唯一能做的就是 再换思路 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还这个是十几百座灵的 是什么